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要称谢赞美你主 主啊,舍得主,我们今天要来学习你的话语 主啊,舍得主,我们今天要来学习你的话语 主啊,舍得主,我们要祈求你开启我们 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的话语 主啊,对我们说话,用圣经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求圣灵你要来动功,引导我们 主啊,我们要求你打开我们那个属灵的眼睛和心窍 主啊,让我们吃你的话的时候,我们得饱足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祈求祷告的 阿们 弟兄姐妹,我们这一段的灵修呢 要继续的来认识天国报福 第六、第七和第八个福 让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到第十二节 清新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地造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 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迫害你们,灵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要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识是很多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的迫害他们 主耶稣说第六个福 清新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那弟兄姐妹,什么叫做清新呢? 那清新的意思是内心清洁,没有杂质 那没有杂质的意思就是,你没有掺杂一些的恶念 这些的恶念,例如贪婪、私欲 你的自私、奸诈,或者是恶毒、欺骗、怨恨等等 清新这里也说到,就是你心里头呢 完全没有那个不纯正的动机 你的动机不混杂,你的动机不伪装 你的动机就是在100%的时间里面都是清洁的 弟兄姐妹,讲到清新呢 其实,我们人难免我们的心有一些的误会 我们的心有罪性 有的时候我们在最善良的行为上面 我们都不一定有100%纯真的动机 甚至当你慷慨、捐献、施舍的时候 可能有些人你心中会追求一些别人的称赞 自我的荣誉 或者是别人对你的感谢 或者是有些东西你做好事 例如说你做侍奉 你敬拜 你做祷告 或者你做关怀人的工作 或者你带领人做门徒的工作 或者你在小组或者是在事工服事的时候 弟兄姐妹 有的时候,不是每个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会参加了一些自私的动机在里面 有的时候我们不完全印证我们单纯的爱神 爱人 有可能我们想要得到一些的报酬 有的时候 想要从别人得到一些的好处 甚至想要别人称赞自己一下 肯定自己一下 宣耀自己一下 甚至想要证明自己给别人看 弟兄姐妹 在主耶稣的那个时代 有些的犹太人 他们祷告的时候 施舍的时候 禁食的时候 都有另外一个动机 就想要做给别人看 想要得到别人的那一个的称赞 他们就以为这样子是好的 可是耶稣在这里其实也是告诉他们说 其实当你们这样子的时候 你们没有清新 你们是不得奖赏的 主耶稣说 清新的人有福了 他们的福是什么呢 他们必得见上帝 弟兄姐妹 清洁的内心 当你不带恶念的时候 你有个很大的福气 就是能够遇见神 弟兄姐妹 让我们来检查一下 我们的心 弟兄姐妹 你的心清洁吗 弟兄姐妹 在你现在这个生活的当中 你在哪一个的部分呢 可能有的时候 你会出现一些心理不良的动机 那我想每一个的人 我们没有一个的人 敢说呢 我们是100%的心理清洁的 真的敢说这句话的人呢 我想是看不到自己的盲点 或者是他没有从神的真理的那里 来去检查自己的心 那我们大部分的人呢 在一个部分有清新 在另外一个部分可能没有清新 弟兄姐妹 如果你的心你发现不清洁了 来到上帝的面前 认罪悔改 弟兄姐妹 神要把一个清洁的心吃给你 其实当我们多亲近神的时候 神逐渐会洁净我们的心 而且这个清新呢 其实要从神那里来 我们才能够有更清洁的心 而当你有清新的时候 神送给你一个最宝贵的礼物 就是他自己 你要遇见他 然后呢 你要更深更多的 经历上帝的同在和恩典 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第七个福 第七个福是 地造和平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 在和和本呢 是说死人和母的人有福了 那在和和修订版 把它变成地造和平的人 那弟兄姐妹 地造和平的人是指 带来和平的人 它是带来人与神的和平的关系 或者是带来人与人和平的关系 弟兄姐妹 因为当我们去传福音给人 人信耶稣的时候呢 那我们是带下 人与神和平的关系 那当我们如果看见 有两个人或者两派人 彼此不合 起冲突 然后起纷争 彼此的憎恨挑剔的话 那我们成为地造和平的人呢 就是我们的角色去灭掉他们的火 然后使他们的关系 可以更加的和睦 可以恢复那个和好的关系 某鬼喜欢使人分裂 神却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工作 透过上帝的儿女 今天要修复人的那个破裂的关系 弟兄姐妹 今天在教会 在工作 在我们的社会 甚至在我们的国家 还有我们的家庭 你会发现 有些的人 他总是会带来一些的不和 然后呢 有些的人总是会 惹起一些人际关系的纷争 甚至呢他们会成为别人争吵的一个原因 那当我们看到这些事发生的时候 主耶稣说 我们要成为一个地造和平的人 那我们就要采取主动来去做和解的工作 那许多的时候和解的工作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可是呢 耶稣要我们做这个工作 弟兄姐妹 有地造和平的人存在的时候呢 苦毒、纷争、分裂就不能够生存 这样的人是在做着上帝的工作 那可是呢 如果我们使人分裂、纷争、敌对、怨恨的话 我们其实不是在做上帝的工作 我们是在做撒旦的工作 弟兄姐妹 地造和平是不要让撒旦的工作 继续的散播在这个世上 主耶稣说 地造和平的人有福了 他们被称为上帝的儿子 弟兄姐妹 地造和平的人不是被称为多管闲事的人 而是被称为神的儿子 弟兄姐妹 我们是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的地方就会带下和平 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神儿女的味道 是我们神儿女的特质 我们无论到哪里去 我们都要学习成为一个地造和平的人 在我们的家人的关系 我们也要成为一个地造和平的人 弟兄姐妹 好叫有你的地方就有和平 弟兄姐妹 你想一想 你现在对谁 你应当要成为一个地造和平的人呢 或者是你现在的周围的那个环境 有没有一些不和睦的关系呢 弟兄姐妹 神有要你做一个地造和平的人 在这些关系吗 那如果是神感动你的话 你可以做些什么 使到这个的 僵的这个的 分裂的这个关系可以和平起来呢 弟兄姐妹 或者你现在正在经历 和人有冲突 有纷争 有过节 不和和不和睦的时候 弟兄姐妹 你是神的儿女 其实你是个地造和平的人 耶稣要你做一个地造和平的人 弟兄姐妹 你要主动的来去寻求和睦 当这个世界多一个和平 不是多一个仇恨 弟兄姐妹 并且你要想一想 在这个时候 有没有一些的人 其实神在感动你 想要你 使这个的人 让他与神和好呢 弟兄姐妹 如果有的话 你就要开始要为他祷告了 接下来 我们就要进到第八个福 第八个福是 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弟兄姐妹在这里说到 为义受迫害的人 这些的人呢 是为了活出神的义 为了行出上帝的义 为了遵行上帝的话 甚至为了信耶稣 而受迫害的 或者是为了带领人 信耶稣 而受迫害的 弟兄姐妹 你信耶稣 你想行出神的话 甚至你想带领别人信主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会经历逼迫的 有一些的逼迫是 可能是你的物质 财务上面的一些亏损 或者是遭受到家人的拒绝 或者是遭受到别人的拒绝 或者是遭受到人话语的一些的攻击 或毁谤 或者是遭受到肉体的痛苦 或者是遭受到被人误解 被人误告 被人冤枉 被人监禁 被人忍弱 这些其实是基督徒 有的时候会遭受到的 在早期教会的基督徒 他们要信耶稣的时候 都要准备 他们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逼迫 那个时候的基督徒 他们所面对的逼迫 包括被家人拒绝 然后财务被冲攻 然后下入监牢 被打 被火烧 甚至身体的某个部位 就是活活的被割下来 然后经历很残酷的虐待 其实今天在一些的 极端主义的国家 基督徒仍然是这样子的被逼迫的 感谢主在我们马来西亚 我们还没有受这样子的一个逼迫 我们盼望马来西亚 永远不会受这样的一些的逼迫 那我们真的是要为马来西亚祷告 弟兄姐妹 基督徒仍然是这样子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弟兄姐妹 基督徒仍然是这样子的 从耶稣的眼光来看 其实未亦受迫害的人不是可怜的 耶稣说天国是他们的 天国是属于这些人的 弟兄姐妹 其实当我们受迫害的时候 当我们因着耶稣的缘故 受避害的时候 可能失去了世上的一些的好处 可是你要知道天国是你的 你要知道神为你准备了 那个天国丰盛应许的福分给你的 而主耶稣继续就讲下去 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 迫害你们 捏造各样坏话 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要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识 是很多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这样的迫害他们 弟兄姐妹 今天如果你因着耶稣的缘故 遭受到被人拒绝 被人避害的话 那其实你也不孤单 因为很多基督徒 以前的先知也一样的 这样子的被避害的 而耶稣告诉我们说 他说你不是可怜的 他告诉你说你应当要欢喜快乐 为什么呢 因为你天上的赏识加多了 弟兄姐妹 你天上的赏识是多了 弟兄姐妹也就是说 当你被人骂一句 天上的奖赏又多了一点 然后当你被的剥夺了好处 天上的奖赏又多了一点 当你被人拒绝了一下 天上的奖赏又多了一点 耶稣说你应当欢喜快乐 从世人的角度来看 好像是可怜的 好像是有亏损的 可是从神永恒的角度来看 其实是天家的福分 其实呢 这一个呢 是让神能够奖赏你的机会 弟兄姐妹 你现在或者是过去 曾经遭受过因着耶稣而带来的逼迫吗 那如果你遭受这些的逼迫 你有忧伤吗 你有为着这些的逼迫 今天还是在受伤吗 弟兄姐妹 转一个念头 你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耶稣说你在天上的奖赏是多的 在永恒的里面 神必定报答你 弟兄姐妹你要知道 你所受的所有的避害大大小小的 神都记得 神会在永恒的里面 报答你的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要赞美 我们要来感谢你 主啊 舍得主啊 你说 缔造和平的人 有福了 主啊 你说 清新的人 有福了 你说 为遗受迫害的人 有福了 主啊 舍得主 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主啊 你帮助我们 主啊 成为一个清新的人 内心的里面 没有诡诈 内心的里面 没有不存的动机 常常洁净 我们的心 主啊 让我们有清新 主啊 也帮助我们 当我们靠近你的时候 常常洁净我们 主啊 让我们可以遇见你 主啊 我们想要领受你这个恩典 主啊 就是能够遇见你 主啊 能够见到你 能够经历你更深的同在 神啊 我们向你祷告 把这样的一个福气恩典赐给我们 神啊 也向你祷告 帮助我们 成为一个缔造和平的人 主啊 当我们看见 这世上有纷争的时候 有关系破裂的时候 主啊 我们勇敢地去成为那个和平之子 主啊 勇敢地去成为那个带来和平的人 赐给我们智慧 赐给我们勇气 主啊 帮助我们 我们去到哪里 是带下和平的 而且我们自己这个的人本身 主啊 不制造纷争 神啊 圣的主 求你赐给我们一切的智慧和聪明 主啊 圣的主 也帮助我们 也使别人跟你和好 亲爱的主啊 我们也祈求你 主啊 你说 那个的 主啊 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 主啊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亲爱的主啊 我们向你祈求 主啊 帮助我们 不害怕受迫害 主啊 不害怕因着你的缘故受避害 也不害怕因着你的缘故受亏损 主啊 我们相信 这是你说的 主叫我们欢喜快乐 因为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神我们求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天上的荣耀 主啊 圣的主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 主啊 为你所受的亏损都不是什么东西 主啊 圣的主 我们知道 主啊 你 你必定纪念我们所为你所受的一切的迫害 主啊 在天上为我们存留许多的奖赏 神让我们向你祷告 过去可能我们受了一些的迫害 今天仍然在忧伤的当中 可是求你医治我们 主啊 把这个经历转为喜乐 主啊 圣的主 我们称颂 咱美你奉取耶稣基督的名所祈求 祷告的 阿们 请你继续思考 我自经文如何应用在你生命里 然后求圣灵对你说话 阿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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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宗盛 宗盛